你知道这次去无锡有什么期待吗 去吃吃碰碰碰 没有追求的女人 我们到无锡啦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先去做那个乐游二号线 然后先去酒店那边 待会儿见 对面出去就是反正就可以看到大佛 听说等会儿还能直接看表演 我们两个人睡一个榻榻米 应该是够了 反正我觉得 今天房间外面就可以看到林山大佛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收拾收拾去年华湾 晚上没有什么人 但其实现在下午快四点了 人还是蛮多的嘛 然后我们准备自己逛 也不想坐小火车 一二 走啊 那边的香蕊蕊是花 那边的香蕊蕊可以吃了 先来吃一家小龙 先来吃一家小龙 现在把小龙包 可以先来吃一家小龙 这 ру 要什么呀 还是我们小龙包 有一个花鱼 大吉 今晚吃鸡 那我再请弄一种 中吉 为什么宁外感 第一次 哇 我要去体验一下汉服 你好 一定约了 体验汉服 我已经约过了 我已经约过了 拍了美瞳 本来是为了拍照的 结果他跟我讲 他说约了 但是也今天不能体验了 这样后面那个灯点点的还挺好看 准备这里吃吃东西 哎 亮灯了 晚上等会看一下夜景就回酒店 我的阿福加朵 真的是夜景比较好看我觉得 晚上亮了灯之后不就感觉 白天拍人好看 晚上拍景比较好看我觉得 现在走了我的冰淇淋的人 你看你看 你喝咖啡晚上你睡不着 我跟你讲 我们还点了一个taco 墨西哥辣牛肉taco 真好 谁知道我今天把电池 丢在了酒店里面又拿 我租了一个充电宝 先给相机抽一下电 不然等会没得用了 好扎心 多少人 我的天哪 十一的时候得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两个人穿的是母女装啊 很无聊 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 昨天实在是没有带电池 然后又太晚了 昨天晚上也没有什么总结 但是我觉得年华湾 现在这个门票的价格的话 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因为七十多块钱 我觉得她的几个表演都还不错 我可以值得拍等一等 但是 前面有猛蓝 说好的 错峰书行 一点都没有感受到 昨天晚上真的人也是 巨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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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看 林山大佛 看我们对面就在 就看得见 看哪啊 那个地方 大佛的时候别人说了一句什么 就简介上 你把林山大佛四个字反过来 大佛 佛大 山林 现在九点都没有巨多人 对谢谢 先买了两张小电瓶 决定靠电瓶车为生 不然走起来好像很累 我们第一站准备去凡工 因为它里面那个吉祥送的票 需要现场去约 而且它是限量的 打卡凡工 听说它花了十几个亿来建造 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 谢谢 拜拜 外举 数码 同币 universal 魁王 一条 我们在一条 两条 二条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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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临山吉祥宋 没有想象中那么就是 应该拿活手吧 买脚贱瓶就是为了不爬山 就是为了上这个大佛 我们要去干临山大佛的第二天去摸佛脚 直接换成之后就到了阿佛脚下 我摸完那佛脚胶 现在准备走下去去摸佛手 现在一点半了放了就下车了四个小时有吧 四个多小时 那现在 看的还是比较多 还是商业性质比较多 我觉得相比 那你觉得年华丸跟哪一个 这两种是不同性质的 那怎么能比 没有口语性 但是我对凌山大佛的表演 本来是兴趣爆度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年华丸的表演好像做得更好 凌山大佛那个吉祥宋都说的 它值50块钱 但是我觉得有点单一 如果约不上我觉得也约不上也就还好吧 门口也想吃吃 我们可以去坐车吃 然后我们就要出去吃饭了 然后我们准备点一个也很有名的王兴鸡 尝一尝 点了一份季菜馄饨 鲜肉小笼包 还有酱排骨还有鲜鱼 汤还蛮鲜的 你先来尝一个这个排骨 排骨好吃吗 有点凉 给糖醋的那个甜味要多一点 尝一个小笼包 这小笼皮 是皮 太不打定了 太不打定了 虾 虾 虾是配重的 这个的那种甜味比多些那个要重一些 那上面还有鲜面 看上面没有 这个瓶实在是太厚实了 我的天 口味还蛮适合 香菜 太好香了 好像分卷 但是这一天 我们换到了市中心的酒店 然后先进去休息一下 哎 耶 我们要出去逛南长街 南长寺 然后看个夜景 吃个东西 再回来 听说超级有名西盛酒 我们来尝一尝他们家汤包 所以开洋馄饨是什么 开洋馄饨是我们的特色 肉 肉 这个虾米是新鲜的还是干虾米啊 开洋馄饨跟 四只蟹粉小龙包 蟹粉小龙 跟开洋馄饨 里面跳下来了 里面跳下来了 这个皮 我觉得可能是 这三个 这三天里 这两天里最优秀的一个 过完了我已经做过了 里面是真的能看得到那个 蟹黄 而且这个好大 像小元宝一样 还是看得到小虾米在中间 你都打嗝了 你都打嗝了 我也在打嗝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大家做套餐还蛮滑得来的 因为像我们也吃不了很多 我觉得小龙包还是可以 馄饨还蛮香的 这次的馄饨都还蛮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他做所有的调味 都偏一点点甜口 吃多了反正就觉得 不太行了 少的时候还行 而且肉都 里面的肉都很奇怪 都大坨大坨的 太多了 他要是在那里有 要有那种逆分就好了 到了 这就是南禅寺 but Yeah I guess you're right Share just ended So we're there I can not chase you I can not fly I cannot make you You make up your mind You want me to prove it to you See what I lose 果然碰到了一个艺术集 准备出去逛一下 我喜欢这一盘 就是那个碾 我们俩帮累了,准备来吃个冰淇淋 帮我一个尖尖 就是塞满了,我现在有点很想吃火锅 我就好想吃辣辣的,辣辣咸咸的东西 不止我们很想吃辣的,你看都坐满了 我现在全部逛完了,冰淇淋也吃完了 准备慢慢往回走,然后回酒店去躺吃 我又看到了七分田,我从来没有喝过 但是我在网上有被别人种草,我想点一杯试一下 它就是下面是小丸子,一家芒果,看起来还可以 最后还是没有忍住,我们点了一份麻辣香锅 真的很想吃一些辣辣的东西 长胖的一天,开心 早安无锡,今天好像是我们来的三天里面天气最好的一天 我们收拾收拾出去吃早饭啦 我们今天早上准备来吃这个毛华美食 都是必吃榜跟别人推荐超度的一家店 点了一个半馄饨,一碗长得像胡辣糖的酸辣糖 还有一个越南饼,准备尝一下味道 嗯,一汁了 就像麻辣球里面有一缩肉了 它是鸡水,它是鸡汁 这个东西真的怎么看怎么像生辣汤 这个就更像我们来的唇卷了,里面是给肉的 它可以啊,这个办法 没有什么辣椒就可以 辣椒 嗯,它没有足处的麻辣香菇啦 刚刚吃完毛华美食 鸡兰饼,食量不大的人就分一个就好了 我觉得太顶实了 它那个糯米的那一层太厚了 比我们正常吃的麻原那种什么要厚一点 然后我觉得馄饨很好吃,特别香 就是它拌的那个酱也是稍微甜了一点 就可以给点辣椒中和一下 酸辣汤真的只适合喜欢这种黏黏的 或者是那种酸辣口味的人 不然我觉得应该不是会 好吃是好吃,但是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我们胃口不一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就到惠山古镇啦 我们去到,反正就是很多池房 全部放在一起,然后就连成了惠山 惠山古镇 它有的池房就打开了,可以看 是仲草的这一家咖啡店 没有名字 我决定来点着试一下 点的一杯冰博克拿铁 它用的那个奶用的超级好 超可爱 西新饭店 我们到了,我来这家想吃无锡菜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家的汤螺丝也很有名 然后我是为了来想吃 诶,我怎么没有看到 哦,就这个 太湖一锅鲜 太湖一锅鲜,一锅鲜里面有什么呀 鱼 螃蟹 螺贝,扇鱼什么的 这个就是传闻中的太平都什么的 太湖一锅鲜 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份汤螺丝 以及一只熟醉蟹 哇,来无锡第一个正餐 太湖鲜鱼了,这一锅鲜是从别人的湖里捞出来了 不是这么吃,这么说的 真的说不出来 真的说不出来 试一下鲜鲜的温椒鱼 它蛮大一通,是有一股蟹黄,然后加上云结酒味的味道 我又吃的好撑啊,我觉得熟醉蟹穿的超级香,好好吃 鲜甜鲜甜的 太湖一锅鲜,感觉就比较普通 但是本来就只是想来试一下 小螺丝真的,像我们这种不常吃螺丝的人,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大家是怎么把那个螺丝一吸一吐一吐,就这样就可以搞定的 这螺丝需要有一定的功夫 我觉得我们这种不常吃螺丝的人超难,只能用牙签慢慢挑 太难了,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他们家也不贵 可以试一试,而且分店很多 我觉得它在这边很方便 然后我们现在去转一转 我们附近好像就是重安寺 所以我们准备要去转一下 这边就是阿饼故居 然后这边就是重安寺商圈 这还有一个老建筑,好像是个图书馆 旁边感觉就是逛的地方 我们现在怎么先去六六十 来看一下导览图 看看附近有什么 那我们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就是二泉音乐广场 然后旁边就是阿饼故居 然后现在旁边还有玉皇殿 好吧,好像没有什么 就随便转转吧 我们走累了 准备来吃一个欢喜食堂 就这里 哇,好多人 另外一只带了个大葱 你看那个 桂花芋圆麻鼠 你看它 看得也还可以 看得也还可以 西姆西瓜楼 牛奶布丁 那个地方 芒果好吃 然后我们打地铁之前 准备来 准备再来买一个石窑烤的面包 带在路上吃 已经逛完了 买了地铁票 准备去火车站了 好啦,我要跟无锡 说拜拜啦 下次再见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Vlog 我要在动车上 看看我今天晚上的两节网课啦 好惨啦